说话之人呢 是一名身着黑袍斗篷 把自己全身罩住的人 似乎对雷云阵也颇为熟悉 恭敬地回道 启禀归前辈 此地确实有这么一个规矩不假 不过这规矩也是此阵 一开始修建时才定下的 现在已经好多年 没人提起此事了 宫庄女子等人望着此人 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 这个人一开始 就这般古怪打扮地进入此地 他们先前以为 对方是阵外之人 现在一看 似乎有些不大对劲 龟姓一族人冷漠地问道 不要说其他的 我只想知道 若是在这里出手 那长老直视 真的会出面管吗 黑袍人低声说道 这个不好说 也可能管 也可能视而不见 不过听说这次新来的直视 是个很死板的人 恐怕有很大几率 会出面吧 龟姓一族人如此说道 这么说 倒还真不能在此地动手了 好 就按你们的规矩办 等我们领完匹雷伞 我亲自和道友切磋 一二神通 我若是赢了 岳道友就得跟我们走 若是输了 我们就放过他一马 老者听到这话 神色凝重点点头 然后扭头对一旁的 铁青脸色的岳宗说道 岳先知 有老夫带你和对方 比试一场 你意下如何 岳宗连连摇头 岳前辈 对方是找我的 怎么能把你牵连进去呢 还是我亲自上场 让对方换一人为好 律发一族人 讥讽了一句 换人 你当我们神识不清吗 要么有他带你比试一场 要么有我和你 牵缩一二 就这两种 没有第三种选择 岳宗文言不语 但神色难看异常 韩丽正在一旁 冷眼旁观 耳边忽然想起了 鲜鲜情急的话语 韩前辈 不能让他们 把岳道友带走 我们若是没有 岳兄带路的话 在魔器喷发期 不太可能及时赶到 两只圣洁魔兽的 藏身之地的 韩丽不动声色 朝此女一瞥 只见此女正望着她 脸上隐现焦急之色 韩丽淡淡地回头 嘴唇微动之下 传声过去 道友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我只是上族七姐而已 如何阻止此事呢 京族女子一咬牙 忽然说出了 让韩丽意外的话语 韩前辈何必瞒我 晚辈虽然修为低下 但消息自问还算灵通 前辈在救出万古族的 甲前辈时 曾以一人之力 瞬间斩杀 数名同阶存在 神童之大 恐非远超一般上族九阶吧 韩丽的目光一凝 顿了片刻 默然地传声说道 想不到你对我调查的 还是真够清楚 连此等事情都知道 好吧 看在天外魔甲的份上 我再帮你一次 多谢前辈 下一刻 韩丽忽然神色平静地开口了 真的只有这两种吗 韩某觉得 选择第三种 会更好一些 岳道友和我们有约在先 不会跟你们走的 说话间呢 韩丽一步向前 走到了岳宗的身前处 一听韩丽这番话语 公庄女子和那白面青年 都不禁面面相去 而岳宗则露出了意外之色 只有那艳性老者先是一愣 随即上下重新打亮韩丽两眼 却有些迟疑起来 律发一族人 听了韩丽之话先是一正 但立刻大怒地 瞪了韩丽一眼 你是何人 找死不成 还是你打算替他 跟我切磋一下 接着 这位不等韩丽说什么 忽然上前一步 手臂一动 一只绿蓉蓉的手掌 一把向韩丽抓下 也不知道这位 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那手掌方一抓出 竟一下幻化成 菩萨般大小 五指一分 把韩丽整个身子照在其中 同时 五指黄光闪动间 一股巨力凭空 向韩丽压下 韩道又小心 艳行老者一惊 不加思索提醒一声 但不知为何 身形却慢了一拍 绿发一族的五指 已经一抓而下了 若是普通 炼须出街 被绿发一族人 出其不意的一抓呀 在巨力下 行神立刻就无法动弹分毫 但是韩丽肉身强横 早已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境界 又怎可能被此种功法困住呢 就算压在身上的巨力 再一下暴增数倍 对他来说 也是根本视若无误的 眼看 对方手掌中 发出轰隆隆之声 便夹带着一股怪风压下呀 韩丽嘴角只是 泛起了一丝冷笑 一只手掌从袖中一探而出 瞬间变得漆黑如墨 并以下往上 一把抓去 灰光一闪 然后一皱 一只灰蒙蒙的巨大光手 在韩丽的头顶凭空浮现 迎着落下的黄色巨掌 反向一把抓去 绿发一族人一见 韩丽的举动 脸上现出一丝暴虐之色 口中一声大喝 呸小子 不似亮丽 给我跪下 原本他只动用了七八分 法力催动神通 如今呢 体内法力急速的流转 再无任何保留了 一下往手掌上凝聚了十成灵力 打算借此立威 一下把韩丽硬生生压倒在地 黄色手掌光芒一闪 一下胀大两分 撞上了下方的灰色手掌上 而灰色光手在这时候五指一合 大出众人预料之外的一幕出现了 两者相撞并未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反而砰的一声轻响 黄色大手被灰色光手一捏之下 当场溃灭消失了 接着光手一个晃动 诡异地出现在绿法异族人的上空 无声无息地同样一把抓下 光手尚未落下 原词神光所化灰色光霞 就一卷而下 不可能 这绿法异族人先是失声叫起来 不敢相信对方 不但识破了他的得意神通 还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反向自己抓下 惊怒之下 他来不及多想 两手猛然一握拳头 冲着空中 卷下的灰光 呼呼两拳 全力击出 两个黄色拳影 轰隆隆地脱手射出 直射灰侠狂击而去 扑扑两声啊 两只黄色拳影 一接触灰光 仿佛泥牛入海 不见了踪影 绿法异族人脸上 显出了骇然之色 暗道一声不好 想施展顿数 立刻避开 但是原本慢腾腾的灰光 只是一闪 不可思议地 到了他跟前 灰光一个反卷呢 把他身形 全卷入了其中了 在灰光中 绿色异族人感觉 护体灵光一凝 身形顿时 无法移动了 这时候灰色大手 一压而下 只觉得头顶一黑 附近空气一紧 此一族连呼吸都不能了 随之一股 无法抵挡的重力 木然压在他的双肩上 扑通一声啊 绿法异族人 无法抗拒 泰山压顶般的距离 筋骨松软 膝盖一麻 一下半跪在地上了 灰色大手离其头顶 还有半尺左右的距离 死死压在 他护体灵光之上 让他无法动弹分毫 这绿法的一族人 脸色苍白一片 马上变得鲜红欲滴起来 也不知道 他是这个用功过度啊 还是恼羞成怒所致 整座第三层 一下鸦雀无声了 无论是本地修炼者 还是外来之人 大多目露骇然之色 其中艳性老者吃惊中 露出一丝喜色来 远处的龟姓一族人 眼角一下眺望之下 望向韩丽的目光 变得冰寒如雪了 仙仙这名京族女子 脸色变了数遍 她虽然知道 韩丽神通极高啊 但是一出手就立刻压倒 高出自身两阶对手的一幕 还是大出她预料之外 心中颇为的复杂 岳宗同样是一惊飞小 有些发症的望着韩丽不语 至于公庄女子等人 和其他人 则一个个目瞪口呆了 韩丽对着一切视若无睹 只是望着地面上 浑身骨骼发出啪啪之声的 绿族一族人 双目一眯 此人被巨大光手压得半跪之后 望向韩丽目光 除了恼羞成怒异常之外 还露出了怨毒之极的目光 同时 她护体灵光晃动不已 一副还想强行站起的样子 韩丽嘴角抽搐一下 一声冷哼 原本抬起的黑色手掌 突然一个翻转 顿时原本压在绿发 一族人身上的灰色大手啊 同样五指一动一翻 一座胀许大的小山 下一刻诡异地浮现出来 向下一压而去 哐 一声闷响 此山黑乎乎 毫不起眼儿 但是一接触之下 不但将绿发一族 护体灵光一压溃散 还将原本半跪在地上的一族 彻底地压倒在地面上 接着这小山一晃之下 体积长至了三四丈之高 发出轰隆隆巨响 把这绿发一族人 一下就镇压在了山下 只露出了半颗头颅来 而原本看似普通的楼板 一阵剧烈的颤抖 随之地面和楼层四壁 泛起一层白色灵光 同时一个个古怪符文 从四面八方狂涌而出 然后又一闪消失了 楼板转眼间就恢复如常了 此地竟布置了一个 玄妙异常的巨大的禁止 否则刚才斗法之下呀 光是巨力撞击的鱼波 就把整座阁楼都击毁数遍了 韩力把手臂一收 望着黑色小山底部的一族人 淡淡问了一句 现在在下可否有第三种选择呀 原本一名练须顶阶的存在 在外面正常交手下 若是韩力不动用几个杀手锏 即使能击败对方呢 也得费上一些手脚 但偏偏眼前这名一族自负 肉身强大 在如此狭窄的地方 和他不躲不避地硬拼了一击 如此一来呢 在韩力距离外加 凡胜真魔功的霸道下 他自然就不堪一击了 当此人后来发觉不妙 再想顿走 或想驱使其他宝物的时候 此人已经迟了 在韩力记住了原词神光 外加巨压之下 只能勉强自保 哪还有余力做其他的事呢 眼见自己的同伴 被韩力轻描淡写的质注 远处那名归姓男子啊 面上血光 一闪即逝 反而双眉倒竖起来 盘旋其深周的血腥之气 一下变得浓重异常 他缓缓站起 似乎要向韩力这边走来 宫庄女子等人见此 惊喜的表情位置一宁 在见过韩力刚才展露的神通之后 还能如此无动于衷地走过来 可见对方绝对是有所倚仗的 艳性老者望着归姓男子 双目微跳起来 倒是韩力扭头望向来人 脸上丝毫一色没有 眼见归姓男子一步步走来 阁楼气氛一下变得紧张异常 其他不属于两方的另外十几个人 也睁大双眼 眨也不眨地望着 眼前可能发生的激烈的碰撞 这时候 一个陌生的男子的声音 木然从通向四层的楼梯口传来 声音严厉异常 导游把宝物收起来 这里是雷云阁 是禁止动手斗法的 两位若是想切磋 尽刻到镇上专设的竞技场 否则你们几人都将被取消 进入摩金山脉的资格 韩力一听到这话神色一动 面对归姓男子呢 也停下了脚步 艳性老者目光一闪 急忙开口劝道 是新来的敏执事 韩道友先住手吧 韩力眉梢一挑 望了一眼被压在山下的绿发一族 低笑了一声 单手送小山一抓 扑斥一声啊 黑色小山在灰色霞光的闪动下 仿佛泡沫般 溃散消灭了 原本压在地下的一族人 一跃而起 脸上血红如注 一声低吼 一张嘴 顿时黄芒引线 想直接攻击韩力 韩力呢 剑慈没有任何举动 却是黑黑一声冷笑 住手 这时候 归姓男子冷冷一声 吩咐的语气命令他 你不是他对手 回来吧 他刚才趁我不背 才得手的 我一定要 我 这绿发一族暴怒异常 根本不想听解释 怎么 你觉得我说的话不对吗 归姓男子一见此景 脸色一沉 冰冷冷地说道 这话声音不大 但是一入绿发一族的耳中 却让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脸上怒涩一收 立刻呈黄呈孔 连成不敢 随之 绿发一族人狠狠瞪了韩力一眼 就真的走回到原处 并面色阴沉地 重新盘坐在 铺团之上 归姓男子森然地说道 既然这位道友 执意不放这位岳道友 那就算了 刚才听你们言语 道友几人并非专门冲知先而来 如此的话 和我们没什么冲突 在下也不想平白和人动手 耗费什么法力 但是下次 阁下再敢挡在我面前 可就不是这般好解决的了 归姓男子森然地说完 同样回身坐下 韩力听到对方的威胁之言 只是摸摸下巴 笑而不语 一旁的老者等人听完之后 才真正地大松了一口气 那工庄女子 冲韩力奄然一笑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从楼梯上 又传来了那名 敏直式的话语 除了上族八阶九阶之外 其余想要申请进入摩尽山脉之人 都必须通过测试 想要进入山脉 现在可以上楼了 意思只能上来两个人 这位敏直式的话 让聚集此地的人一阵的骚动 众人互相望了一眼 马上有两个人一前一后 抢上楼梯 转眼间消失在楼梯口处 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化神中期 一个是炼须初阶 均不是属于老者和归姓男子两方之人 其余未能及时反应过来的人呢 脸上闪过一丝后悔之意 不管怎么说 能先一步拿到劈雷伞 自然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如今 剩余之人也只好老实地 在原地等下去 有的人则宁神注意楼上的动静 想听出些名堂来 但是不知道 楼上布置了什么样的进制 还是这测试呢 根本是无声无息的 楼梯上面根本是寂静无声 一丝声响都没传来 这让几个人有些失望 测试的时间不长 也不算短 半个时辰之后才有一人走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唰的一下全都扫了过去 只见 这人身上衣服破破烂烂 仿佛有几处引现血迹 竟然一副和什么东西 刚刚争斗过的样子 一名和这人相熟的外来人 忍不住站起来问道 诶 周导佑 你是怎么测试的 有没有拿到劈雷伞呢 这名看起来有些狼狈的男子 口中含糊几句 通过是通过了 但是如何测试 明知是交代不准对外泄露 否则会收回PCP雷伞 而且无论通过与否 凡是测试过的人 必须马上离开此地 在下就不多说了 先走一步了 先走一步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